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3年的7月3号 欢迎大家回到韭菜人生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以前那个安华回来了 今天安华又包更多的料 由他亲自来包料 所以在这里我就要讲一下 讲一下一些人 我要批评一下一些人 因为我从小呢 我是被很多人误导的知道吗 那些人自命清高 自以为自己很清高 所以我从小就被这些人误导的 他整天跟我讲 哎哟 落一抹油印哦 钱不要紧的 钱没有用的 钱不需要赚多的 这个钱呢是罪恶 钱不是万人的 那个 那个 那个钱呢不好的 所以我跟你讲啊 就这样子 我 几乎我的这个人生啊 贫穷了二十年了 就是给这些人误导啊 现在谁再跟我讲啊 钱不重要 我真的是啊 真的是给他 给他一个耳关啊 我跟你讲啊 谁跟我讲钱没有用 谁跟我讲钱不是万人 我也是啊 直接盖过去 我跟你讲啊 因为呢 为什么 因为你侮辱马来西亚 你侮辱我的国家 马来西亚知道吗 我是为马来西亚盖你这个耳关啊 为了我的这个国家 我必须跟你打醒你啊 跟你讲啊 钱不重要 你不了解马来西亚啊 马来西亚呢 有钱啊 万人啊跟你讲啊 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 settle的 什么都是用钱 settle的 人家讲说啊 要来马来西亚 要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啊 比登天还难啊 天坛都容易散啊 都散到天坛 进到天国 那龙登彼岸了 马来西亚公民还拿不到 所以你就是不懂咯 现在人家给几块钱啊 他的IC就变蓝色了 不是红色的IC 直接蓝色啊 所以我真的替那些红IC 那些uncle auntie呢 很远晚知道吗 他们一辈子 一辈子住在马来西亚 住到七八十岁呢 IC还是红色的 人家啊 随便给几块钱啊 马上蓝色IC啊 不是青色 不是红色的 跟你讲啊 所以呢 这个马来西亚呢 这个观园里面呢 是贪污到几夸张 几过分啊 你看那个机场的机场那边呢 其实他 把你刮钻进去那个小黑小黑物呢 啊 我跟你讲你什么罪都好啊 他讲你什么罪名都好啊 啊 你给他这个通通可以出来的 不管多严重的罪名啊 啊 给这个就都可以出来的 都可以settle的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 这个呢 就是呢 其实我们损安华上来做首相了 我们一一九投票呢 我们损安华上来做首相了 我们就是要安华去改变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不然你投什么票啊 是不是啊 所以安华呢 好好的去settle这些东西啊 好来我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官员早次呢 已经非常非常夸张了 我们前两篇节目 我们讲那个机场的那个 跟那个中国的那个女生勒索18千了 里面有很多观众留言啊 他讲以前很多的那个case啊 很多啦 啊 反正人家 这之前最之前最好的就是嘛 那个沙巴很多中国游客去去那个沙巴吗 去到机场的时候呢 路径的时候没有跟你打砸 啊 当你回的时候 慢了砸 啊 这时候又要靠那个维他命M了 啊 你维他命M就可以回国 没有维他命M 哎呦 够力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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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啦 很多的这种case啊 还有观众讲呢 那个 人家中国的官员来到马来西亚呢 官员是用那个公务签嘛 那个外交签嘛 啊 不能够进哦 什么不能够进 人家是准备割 那个割韭菜啊 以为可以捞一笔啊 那你知道是不可以的 是不是 啊 所以那个机场的那个 这个我们讲过嘛 是中国政府的那个电视台嘛 那个 中国官方电视台的央视嘛 啊 他的那个主播的那个助理 而且整个过程呢 他已经拍摄下来 啊 那个手机呢 据说被那个光源没收 他总之回到中国之后 他又会把这个东西呢 做成一个报导 由中国官方电视台呢 报导 这个马来西亚是完蛋了 马来西亚的名誉是完蛋了 所以那个安华现在要亲自出马嘛 这个这种东西一定是要手向亲自出马的 啊 现在呢 他他现在要查那个机场的嘛 他顺便呢 安华自己爆料给你知道 那个 国民登记局呢 在卖那个 证书卖那个IC啊 这些是买真的知道吗 给钱买证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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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你都拿不到我跟你讲啊 啊 你天天去去那边唱国歌啊 你讲我 我 我唱到网给他 他 你用那个巴哈瑟跟他吵架啊 他也不能够 他也不能够 啊 啊 威他命M 啊 啊 你看 多现实啊 多夸张啊 所以 所以因为人家 你看那些什么人啊 什么人我们不要讲啊 啊 啊 他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拿到是实际上呢 都是有 都是有呢 都是有呢 付钱有配钱的 就算你 正规管道 申请了 啊 你呢 唱完了 啊 你那个巴哈瑟跟他讲 跟他讲巴哈瑟讲了半个小时了 啊 还是 哎 你还是 他官员还是跟你讲 啊 可能 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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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你又不敢问他 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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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敢问哦 问家他就 啊 没有 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唱哪个拉姑 啊 就是哇 你看我们马来西亚呢 够夸张啊 所以呢 你看这些官员呢 他们呢 偷了东西呢 嘴巴 他们现在是 现在是 很过分的 现在是公然的 他 全部都是啦 这些钱收了呢 嘴巴没有抹干净啊 啊 就好像这个狗这样子啦 吃了火龙果 啊 证据咯 你讲他没有偷 没有偷 人们脸都是红火龙果嘛 所以很多官员就是这样子嘛 其实你现在是 网络的时代 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呢 你们在干这种事情呢 通通都知道的 啊 人家给了钱呢 人家通通都知道的 啊 当然是 因为很多那些给了钱的人 他暂时不敢讲咯 他讲出来呢 他等下被抓了 全部cancel 全部他的iccancel 那个蓝色变回红色 啊 人家不敢咯 他讲 你们再继续呢 这样子做 再继续早吃 不喜欢吃 啊 啊 哇 我看这个马来西亚呢 会发生很严重的事情啊 啊 因为要 要颠覆整个体制 这个早吃的这个体制呢 这个老祖师爷留下来的那个 早吃的那个体制呢 啊 老祖师 最重要的是老祖师爷 现在还在知道吗 啊 现在他还在啊 所以 他们看那看看 你政府不不抓呢 啊 他不是来咯 啊 所以呢 这个 中国女游客 什么今天都会进那个反抗会 反抗会的直接传召 因为他的手机是有陆下 纯层 啊 跟你讲他被小折胜 所以 这一次呢 这个张庆幸呢 是拯救了马来西亚 其实 啊 你们看我们观众留言呢 他们留了很多很多 啊 各种各样的Case 啊 有些他自己自己遭遇到的 啊 他连自己马来西亚人回国呢 有时候都被请到那个小黑屋 啊 他就是不让你走 啊 他很 其实你要出来很简单的 巴亚 啊 啊 巴亚你又不可以问他 巴亚可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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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啊 哪个巴亚啊 啊 但是不是啊 巴亚可巴的 啊 都达到 亚不为巴亚 啊 啊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这个六周选举一定要来投票 你一定要给安华团结政府强大 团结政府强大 安华才能做这种事情 所以他这个5号就会开会 讨论那个六周选举的时间 假如现在安华 六周选举输了 安华现在也是 六周选举过后 你倒台安华你倒台 你不稳了 你超级 超级就可以拿出来了 这样子你叫安华 怎样去打倒这些汤污 叫安华怎样消灭这些汤污 这样一个安华自己都自身 难保尼菩萨过江 你叫他去抓这些官员 所以六周选举 你们一定要给团结政府大胜 团结政府稳稳的 他现在安华的遗址 坐到稳稳的 安华签论去扫除这些东西 知道吗 所以六周选举 大家记得一定要投票 要改变马来西亚 不可以再给这些官员 继续这样子找吃 总有一天找到你 总有一天看见你穿短裤 他来给你沙曼 其实开沙曼之前 他已经暗示你很多次了 这不论谁的派对沙曼 路 路 欧兰奇纳 路 帆带 路大王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变成总毒事件呢 帕地亚万讲你们华人贪污咯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就好了 自己做错就怪别人吗 我点到为止了 大家明白了 所以真的是很过分了 所以我们只能让团结政府 安华够强 够强 power够大 才能够改变马来西亚 才能够挽救马来西亚 所以六周选举 一定要支持团结政府 好了 我们暂时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 欢迎订阅我们频道